深夜的大馬路上 一隻毛茸茸的白色小鴨 闖入進行機車道 雖然你不是雞 但鴨也不行 一旁民眾怕小鴨命喪輪下 趕緊將小鴨趕到路旁 但一轉眼 鴨又失蹤了 對 就是這隻沒錯 好不容易有人通報找出鴨 圓警上門一眼就認出 這就是那隻迷途小鴨 原來這隻科爾鴨 二號晚間離家出走 跑到故宮外的馬路上爬爬灶 幸好被民眾識貨PO網 圓警才趕緊將它領回 歸還四主 整理一下我的花花草草 一轉身就 奇怪 怎麼沒看到 超級擔心 不要讓它滑掉 青童家人的科爾鴨 歷經四小時終於找到家 這才讓主人鬆了一口氣 不過別看這小鴨模樣呆萌 其實背後大有來頭 剛出生的小科爾鴨 放在保溫箱裡細心照料 模樣可愛 又被稱為可達鴨 沒有體味 體型嬌小的特性 讓它在寵物界迅速竄紅 但因為繁殖不易 市價上看一萬五千元 有壓界愛馬仕之稱 這回小鴨偷流出門 幸好最後及時找回 否則讓這呆猛的小傢伙 流浪在外 恐怕任誰都想抱回家 記者姚立強 尤濤 台北採訪報導 蘋果大陸網友分享個影片 今天 成功大陸網友分享個影片